国际焦点继续要讨论到就是俄军的军营 现在出现了大规模的死伤 也出现了惩处指挥官的声浪 继续交给记者作恒 好 持续关注俄乌战争的最新情形 在跨年夜的那一天也就是12月31号 可以说呢在乌俄方面还是相当的不平静 因为呢乌克兰的军队是在跨年这一天 袭击了俄罗斯阵营 那么现在俄罗斯他们也罕见的认了 说这是目前为止单一事件最大的战损 根据呢乌克兰方面是说呢 他们在12月31号袭击了盾内刺客敌军 有多达10个单位 那么说包含一些军事设备啊 也因此被毁了 那么说俄军啊 他们呢因此造成400人死亡 300人受伤 不过俄罗斯方面他们说没有这么多 但是却是罕见的坦诚有这件事情 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说 乌克兰军队他们是使用美制的海马斯 来发射了四枚的飞弹 攻击的是俄罗斯的临时营房 那么就说呢有两枚虽然说被击落 不过还是有89名的军人因此折损 俄军也承认这是在单一事件中 阵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不过现在俄罗斯方面也有一些声音说 应该要来追究 俄罗斯手军事布洛克就说 这个俄罗斯的弹药库和营房是同个建筑 那么呢怎么会这么刚好就位在 乌克兰的飞弹射程内呢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 乘除指挥官 乌军帮忙国家收复的国土到底有多少 其实过去一年来 俄军在乌克兰占领的国土 目前统计起来 乌军已经收复40% 禁闭消息请叫做狠 好 俄罗战争进入到延长赛 双方的攻势也是你来我往 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进展 那当然现在乌克兰方面 他们也有一些反击 所以他们就声称说 这个反击是大有斩获 怎么说呢 因为呢 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说 在1月1号到2号 光是这两天 乌克兰他们就击落了80架的无人机 那么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这位叫做扎鲁兹尼 他就说 俄军过去一年 在乌克兰所占领的国土 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是收复4成了 这个数字还蛮高的 那么就说2014占领的国土当中 则是已经收复28%了 这数字也是非常的高 那么当然现在还提到说 在这个乌克兰的军队方面 他们的武装部队 也要受到一些其他的训练 所以有在欧洲17国来进行受训 这战争的前线是多达1500公里 全球都想要力挺乌克兰 那么从战争开打300多天以来 其实全球慷慨捐囊 已经捐给了乌克兰 大约7100亿的金元 现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 说乌克兰将会在下个月 与欧盟举行高峰会 当中也会讨论到军援以及金元 做好 好不甩俄罗斯空袭警报的威胁 现在乌克兰和欧盟 他们即将要展开的是这个高峰会 而且这个地点就直接是选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了 我们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和这个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是通话讨论 接下来在这个高峰会 将要讨论到什么样的细节 那么就把时间定在2月3号 会在基辅来举行这个和欧盟的高峰会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发表了声明 说在里头他们会希望谈到的 包含说支援乌克兰未来 会用什么样的武器是比较适当的 当然乌克兰方面也希望说 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些军事上的援助 以及金钱上的援助 所以在金元的部分 他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来到5880亿 那么其实在这一次之前 上个月的时候 2022年的12月份 欧盟也通过了一个巨型交易的协议 这当中是说实施全球最低的 企业税率15%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